好 想要充电不要窃工家的电 那用摇动充电 这样子可以行吗 这是一种程式 就是智慧型手机出现这样的APP软体 号称你手摇 摇一摇就会充电 结果就有人真的下载了 发现根本骗人的嘛 是愚人程式 很生气 觉得付费还上当 但法律人士认为 这是要注明清楚 以免惹来处防争议 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 里面APP软体千奇百怪 城市多到数不清 耗电量相对也很大 最近就出现一款APP软体 号称只要摇动手机 就可以帮电池充电 吸引好几百万人下载 这个新的APP软体呢 号称呢 只要像这样子摇手机 就可以自动帮手机的电池充电 您相信吗 就像科技这么发达 应该有可能吧 还蛮怪的啊 不太可能 就因为摇就会有电 APP软体怎么可能帮帮充电 所以你不会相信 不会啊 有人相信 有人持保留态度 软体上说明 使用运动能力充电 只要摇一摇手机 就会自动替电池充电 而且不会损换手机 让不少人下载来试试看 才发现手片上当 有网友在下面调侃自己 下载完变成闪电侠 还有人说 全家都靠这个供电 希望也可以摇出水和煤气 甚至有人借着摇手机瘦身 不过律师提醒 没有标明清楚 可能构成炸气 导致消费者陷于错误 然后去做一个付费下载 这个当然有可能 涉及到违反这个刑罚 第三百三十九条的 这个炸气最先 摇手机会充电 虽然软体纯粹博君一笑 不过还是建议业者 注明清楚 避免失上官司 追求阿哥 我们杨荣特报道